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纪元专题部记者徐一阳报道,分析中共两会的细节透露习或身患重疾。 时政分析人士认为,在近日召开的中共两会上,党魁习近平的桌前再度摆放两个茶杯并非是为了凸显其特权,而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体健康出现问题。 此外,这次中共两会的会期较之前缩短,再加上习在两会前罕见地缺席了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这些迹象都表明他可能患有较重的疾病。 中共政协和人大两会分别于3月4日和3月5日在北京开幕。 在今年的两会上,中共党魁习近平前方的桌上再次出现了两个茶杯,其他与会人员的桌上则仅有一个茶杯。 近年来,中共两会上习桌上的茶杯成为了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焦点。 在2019年、2021年和2023年的两会上,习的桌上总是摆放着两个茶杯。 外界将此解读为,习试图通过茶杯数量的差异来强调其所谓的一尊地位。 此外,以往中共召开会议时,通常有女性服务员为中共领导人倒茶。 然而,自习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前两排领导人的服务员换成了男性。 在今年的两会上,与其他服务员为领导人倒水的常规做法不同,一名男性服务员专为习提供服务。 这名男性服务员手持托盘,托盘中放着一个茶杯,他走到习身边,将习面前的其中一个茶杯替换成新的。 旅美时政分析人士陈破空认为,习无需通过杯子数量的差异来凸显其权威地位,而是这两个杯子有着不同的用途。 3月6日,陈破空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两个杯子的问题在前几年就备受瞩目,国内外皆议论纷纷。 他认为,这两个杯子中,一个盛装的是茶,而另一个则盛装补药或药品。 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 陈破空说,因为习近平可以通过许多其他方式来展示他的权威或一尊地位,没必要通过这两个杯子。 我认为这是由于某些不得已的因素,也就是说不可控的因素,因为在会场上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 他准备了两个杯子,其中一杯与其他人一样用于喝茶止渴,而另一杯就是他特用的某种药物。 服务员也是专门为他服务的。 因此,我认为习近平之所以采取这种做法,多半的原因可能在于他的身体状况。 两会会期变短或殷习的健康问题。 今年中共两会的会期大幅缩短,仅为原先的一半。 3月3日,中共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 大会新闻发言人刘洁一称,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于3月4日开幕,3月10日上午闭幕,会期六天。 3月4日,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会议日程显示,这次大会于3月5日上午开幕,3月11日下午闭幕,会期七天。 中共两会会期自1995年以来相对固定,除了牵涉到换届选举的会议一般为两个星期14至15天外,令年两会的会期通常在10至12天左右。 陈破空认为,这也是习患病的一个佐证。 他表示,今年两会会期罕见的缩短,一般人的解读是习可能害怕政治斗争,这个可能性也不排除,而另一种可能性则是习的健康问题。 他说,一般来说,两会的会期是10天至两个星期,在大瘟疫期间,会期缩短是由于所谓的防疫需要,现在应该恢复正常。 但今年的会期缩短,而且缩短得相当明显,减少了一半,可能是为习近平的健康而量身定制,他只能坚持这么久。 所以,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他的健康问题。 陈破空还表示,中共今年取消了两会后国务院总理李强的中外记者会,这一决定存在多种解读。 除了可能意味着李强的总理职位受到虚化之外,还很可能与习的身体健康状况有关。 由于习自己曝光的机会减少,他可能担心其他人的曝光率会超过他。 陈破空说,习近平不允许别人在他身体状况有问题时取代他的声望,尽管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 但考虑到他心胸狭隘,疑神疑鬼的心态和个性,他很有可能做出这种反常的决定,即取消一贯的总理记者会。 中共两会前,习罕见缺席重要会议。 陈破空进一步表示,在两会召开前,习非常罕见地缺席了一个他从未缺席过的会议, 即在3月1日举行的2024年春季学期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 这一情况足以证明他的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 据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社的报道,今年的开班式传达了习的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了开班式并发表讲话。 大纪元记者书里发现,自2018年至2023年,习每年都会出席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并发表讲话。 陈破空说,习是个极度极权的人,要将所有权力都揽在自己手中。 中共中央党校的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参加的人都是中共省部级官员,习亲自抓这些干部, 以表明中央对他们的高度关切,所以他不亲自出面发表讲话实属罕见。 他认为,习不出面讲话并非因为他病倒而无法出席, 更大的原因是为了养金蓄锐,考虑到几天后即将召开的两会, 他必须保持精力充沛以出席这一重要活动。 因此,今年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罕见地由蔡奇代表习近平发表讲话, 而习近发了一份指示。 从这些动态可以看出,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堪忧,健康出现了问题。 陈破空说,两会期间,他的脸部和头部明显浮肿, 而前段时间则出现过消瘦,甚至暴瘦的情况, 但最近却又出现了虚胖的现象,显得头部浮肿, 这可能是某种较为严重的疾患的表现。 他如此操心和焦虑于自己的权利,如此疑神疑鬼, 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说,无疑是一种不可承受之重。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是疾病无法入侵,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生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吃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而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